只要你在我身边 就没什么不可能 我们之间 还有很长很长 很长的时间 小豆子 是你 我早该认出是你 可是你当时不是 还好好的吗 你怎么会这样啊 小豆子 你 你 就准机的 就准机的 小豆子 小豆子 吃了就好了 小豆子 师父 他为什么还没有好起来 为什么 小豆子 九转金丹 并不能起死回生 师父 都怪我 一心想着小豆子也能过得很幸福 却没有想到 他就在我身边任人欺凌 如果当初我能认出小豆子 他也许 也许就不会死 宿命的流转 任谁都无法追上 你我皆不理外 当初我一心想败入南华 只是不想被欺负 能保护小豆子他们 可是现在 我感觉一片迷茫 师父 如果是你 你会怎么做呀 这样的人情冷暖 数百年来 我已经经历了许多 当你看淡这一切 世间无奈的时候 你就能成为真正的仙人 你对你过去的朋友 亦是如此 难道我们看着凡人受苦 却什么都不做吗 我曾经 也是和小豆子一样的凡人啊 你的责任 不仅是要去弥补 人间那些散落的遗憾 而更应该去创造 让他们幸福活下去的时间 你只有克尽全力守护六界 才能真正守护苍生 保护更多 像小豆子那样的凡人 师父说的 我好像明白了一点 可是 我真的能成为 像师父一样的仙人吗 只要你在我身边 就没什么不可能 我们之间 还有很长很长 很长的时间 很长的时间